曾国祥现场拥吻王敏毅,与曾志伟开心机长,答谢晚宴新娘一脸幸福。 9月6日,按照港媒曝光的日期,曾志伟为儿子曾国祥和女友在日本举行了成大的结婚仪式。 数日前,港媒曾曝光曾国祥和王敏毅已经结婚的消息。 在经过经过多方打探之后,港媒再次爆料曾国祥婚礼的举办日期是9月6日。 果不其然,6日下午关于婚礼现场的画面开始流出。 根据媒体此前报道,曾志伟的太太宋丽华也回到香港。 再加上日前曾国祥和王敏毅还带着12岁的弟弟在商场购买西服。 当时媒体基本上就已经确认了两人结婚的消息。 从现场画面来看,双方的至亲都出现在了曾国祥和王敏毅的婚礼现场。 婚礼现场曾国祥甜蜜拥吻新娘王敏毅。 新娘比曾国祥小12岁,两人恋爱已经有6年时间。 港媒也经常会拍到两人恩爱逛街的画面。 不仅如此,公共曾志伟和婆婆宋丽华对王敏毅都赞赏有加。 早些时候,就有媒体拍到了宋丽华返港的画面。 王敏毅还曾与婆婆一同逛街。 当时港媒就猜测宋丽华现身香港一定会有大事发生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